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 粉红夏日艺术记 在吉隆余会这边大楼梦幻灯 文官局打造梦境打卡小屋 多云策展 芭比快闪店 美食市集等 市长谢国良邀请大家 一起来参与粉红盛宴 一走进芭比快闪店 陈列各式生活用品 提代及服饰等精美商品 让芭比迷绝对不能错过 芭比的快闪店 然后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可以体验的 然后里面有看到很多限量版 美国限量版的芭比 然后小朋友有那边 就是少女后 就会有一些镜子 然后漂亮的东西 然后可以让他们装饭 粉红色展间 毛茸茸的玩偶 市长谢国良和议员宋伟丽 都忍不住自拍留念 三二一 金融粉红夏日艺术记正式开始 金融一会这边大楼90岁的古迹 今年暑假化身成为粉红市集 一直到8月18号连续5个周末 举办期间限定粉红夏日艺术季 芭比娃娃的总公司所合作的一个快闪店 所以这是一个喜欢芭比娃娃的朋友们一定要来的一个活动 为期五个礼拜 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艺术家来做一些粉红的创作 假如有穿粉红的观光客朋友 或市民朋友过来玩的话 那就可以来抽奖 领取一些小礼物 金融市长谢国良 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 亲自到各展间参观 12位艺术家注点在这里 分享他们的作品 它就是木头跟水泥 就是建造的 就是混搭的那个风格 我觉得蛮漂亮的 然后在里面展 就是展览的话 就是它其实可以让作品 我觉得更有气质 就是搭配一些木头跟一些水泥墙 这个然后空间其实也都蛮干净的 像我们这个艺术家 他用他的画作来去呼应我们这次 这么巧刚好呼应我们这次的一个 艺术的一个颜色 刚刚他跟我分享 其实他觉得快乐 它就是这个颜色 它没有别的 而且他认为 它可以融合在自然 或者是我们想象里面 所以我看到他的画作 我觉得好感动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第二杯 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 这一第二杯 因为爱自己的女人最美丽 就是一个美丽的体制 谢谢你 郑冰与会大楼 变身成为粉红四级 搭配饮品 让民众 随着自己的心情 制作专属的饮品 我选爱自己的女人最美 我们在做完饮品之后 会让客人来到这边 去装饰他自己的饮品 因为我们就是有跟芭比联名 那我觉得打扮是一个女人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我们希望在饮品上面 他们也可以打扮自己的饮品 就跟他们打扮自己一样 那除了我们邀请 今年全球65周年的一个Barbie 来做大型快闪电的一个活动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邀请12位很好的艺术家 那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城市 以及用他们的作品 来呼应我们这次一个艺术的粉红夏天 那在这个五周的过程当中 除了你可以欣赏艺术家 他们的所有作品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市集 也有一些咖啡 还有一些饮料 基隆这边大楼结合了粉红元素 连续五个周末 邀请民众走访基隆 感受到海岸线的人文和风情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基隆美术馆与中华民国油画学会 携手合作的银海基隆 油画特展盛大开幕 37幅油画作品阵容坚强 其中副市长邱佩玲展出 三幅原住民孩童的油画作品 温暖的用色与孩童的笑容 很有感染力 原住民孩童穿戴着传统服饰 脸上天真笑容相当具有感染力 这幅油画作品不管用色或者神韵 都让观赏者相当惊艳 尤其是把原住民女生的神韵跟表情表现得非常好 那这三幅看过去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服 而且可以从他们神韵跟微笑当中 感觉他们的活泼 以及他们的热情 而旁边的两幅作品 主角都是原名孩童 原来作品中的主角 是台湾原生同生和唱团的团圆 作者是副市长邱佩玲 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 我是一年半前开画展 那他们给我的灵感也给我的照片 画了之后我还做成了悠悠卡 他们也很开心 那钱均给原生的团体 我觉得我很高兴是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最真诚 最灿烂的笑容 最单纯的小孩子 画这十幅画的时候 我当时心中是很安静很舒服的 其实画人像是相当有难度的 画人像不在于画的这个像不像 在于那个韵味可不可以十足 最重要是他的眼神 所以每位小朋友 其实我都亲自跟他们互动过 互动了一阵子 然后跟他们聊天 才可以画出他们的感觉 那当然在背景的配法也很辛苦 因为颜色要很冲突 从画画当中可以看出 原来我个性内心中的 跟我表现可能不太一样 金融百号油画特展 汇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知名画家 精选了37幅精彩绝伦的油画作品 金融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及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和艺术家们一起合影 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我们有幸的透过这一次的油画特展 欣赏到许多艺术家的杰作 这些作品用不同的风格跟样貌 全面展现了金融的文化风情 是一场难得的艺术跟心灵的饗宴 我们这次油画学会参加的这些画家 都是国内的顶尖的专业团体 这项展览作品涵盖抽象和具体的表现手法 透过每位画家独特诠释 展现出艺术的多样性和新奇面貌 百味的油画运到我们这个场域 然后做好整个的布置 其实都是通力合作 而且我们金融第一次迎来 这么这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 一个艺术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展览 也是开启未来我们在整个 我们文化中心这个美术馆的展场的 另外一个风貌 那除了这个之外 接下来其实除了油画协会所办的策展之外 接下来我们也有金融新发140周年的策展 还有就是法国的鱼泥第25小时的一个策展 都是在运用我们今年美术馆开启之后 不同的一个策展方向 也不同的一个模式 希望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更多可以欣赏到 除了在台北可以看到 基隆我们这个Indigo这个银海的这个城市 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的作品 再带你来看公民团体发起的 山海公民拆凉行动 发起的二阶联署已经达标送件 前总统马英九 周日就到基隆驻奖扫街 力挺谢国良 前总统马英九 力挺谢国良 来到基隆宣讲 一下车就受到党籍议员和热情民众欢迎 国良上任到现在 基隆市已经减债9亿元 从67亿元负债 到现在的58亿 现在的财政状况 是20年来基隆最好的 谢国良是最遵守财政纪律的市长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要呼吁乡亲 反对恶性罢免 这就是残爱忠良 大家说对不对 马前总统力挺谢国良 在现场重现胜利重握 2022年市长选举 马前总统力挺谢国良 多次到基隆站台握手画面重现 同时也象征这场选举将获得胜利 不论是会是否进入第三阶段的投票 马前总统的加持对于国良来说 是最重要支持的力量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国良上任之后积极减债 从我们市政的负债67亿 减到了58亿 减了9亿元的新台币 在这个过程中推动各项的政策 都非常的顺利 也让更多市民有感 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 会在马总统的指导之下 继续服务好我们的基隆市民 大家说好不好 好 两人也合体在市场扫接 签名合照来者不拒 市场谢国良 呼吁民众一定要站出来 投下不同意罢名的选项 第二阶段可能不会过 但是他也很有可能会过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早就都做好一切的准备 那我们从三月到现在 我们一刻也不停歇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争取市民的认同 并且现在有很多市民 多数是不赞成罢免的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所谓的罢免选票 长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还有所谓 不同意罢免这个选项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要积极的宣传 不同意罢免这样的选项 很多市民朋友 到现在还不知道说 原来所谓的罢免选票 有两个选项 他们以为罢免选票 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同意罢免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七八十天当中 一个重中之重 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就是要大力的来宣传 所谓的不同意罢免 只要宣传的顺利 市民都能够了解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选举 应该是可以顺利过关 假日的清赌南新市场相当热闹 马前总统和市长谢国梁 亲自到摊位上消费 支持者也送上凤梨等吉祥物 用实际的行动 给予支持和鼓励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另外云林县县长张立善 嘉义市长黄敏慧 及立法委员徐宇珍 也到基隆申援市长谢国梁 呼吁基隆市民一同反恶霸挺善良 云林县长张立善 现身在国民党金融市党部 出席宣讲活动 立挺市长谢国梁 也替他教区 接避的人 发现弊端的人 还要被淘汰 还要被罢免 这天理何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真正要拿出 我们的理性 来好好的 来支持谢国梁市长 让他能够顺利的 做完这个四年 这个是他的认识 也是大家投票的初衷 我们应该 给他更多更多的机会 让他完成 他很多很多的证件 因为没到两年 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只有第三年以后 我这开始真正 真正的可以 跟我的进出六世 也到差不多第四年开始的研修了 民众就知道 原来你是在做这个 连任了 连任了 连任了头一天 他们也不晓得 他们也不晓得到底要往哪里走 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一年半的时间 我觉得有太严苛 这样的要求 所以不可以一个第二天 让一个真正 做到不错的市场 受到政治的破坏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一同出席的 还有嘉义市长 黄敏惠 和市长谢果良 都是第六届立法委员 现在分别是不同县市的首长 对于市长谢果良上任之后 用心推动市政建设 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真的值得大家支持他 最年轻而且最好的市长 让我们一起加油 国民党启动反制罢免大作战 包括云林县长张立善 嘉义市长黄敏惠 以及立委徐宇珍 21号来到基隆 参加深圳市长谢果良 反恶霸活动 包括国民党多位议员 也到场立挺 我们大概在12个月以内 尤其在一开始 根本没有新的小孩 把自己的市政预算上 我们完成了五座的 好的室内儿童乐园 平均两座每半年 就有两万多个家长跟孩子造坝 在今年内七座将全部完成 我们大家在市区 为了孩子为了长辈最关心的 齐楼整坪 我们是一一的在市区 包括一一路中正路上 积极的施作 大家看到以前 看妈店虽然很热闹 但是整个那个电线感 好像蜘蛛网一样 全部都已经下地了 然后我们最关心的是孩子 我想大家都一样 所以我们在每人每餐的营养午餐 我们增加了20元 跟台北市现在是一模一样的预算 反恶霸挺善良宣讲活动 现场涌入大批支持者 用实际行动力挺谢国良 记者郝少银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秦跑基层的议长同姿委 特地到七读北极宫 参拜主寺神明 玄天圣地 听取地方新生 北极宫的公主 李金海 用珍贵的硝南木 请木匠雕刻出 玄天上帝的座下龟蛇 两将军的通天令牌 让人称奇 用珍贵硝南木雕刻出来的 蛇头龟座 珍武大帝通天令牌 里面更香上 三颗来自大陆云南 香格里拉 牛奶湖的珍贵宝石 让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在七读区北极宫公主 李金海介绍下 看得泽泽称奇 因为主要是 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 叫我那个大陆 这个香格里拉 牛奶湖的三个包酒 要怎么用一个座 把它放在库上 要来放在这儿通天令牌 到这儿 后来我想一想 后来我刚刚有一个小篮 我真的叫这个北极宫 给我们钓 给我们用一用 三个包酒再放在那儿炒头 勤跑基层非常重视 民意和公庙文化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特地到七堵区 信众众多的北极宫参拜祖寺神明 玄天上帝 尊敬阿兴三拜日 祈求 祈求 平安順利 來拜 更重要的是聽取地方心聲 作為民意代表 為民喉舌監督市政的重要參考 我們非常重視 每一間宮廟的發展 每一間重要宮廟的需求 其實在這邊走走拜拜 祈求心靈上的平安 也可以了解地方的聲音 我想對我們民意代表來說 非常重要 也希望大家在這個社區的生活 都可以有好的品質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信仰以外 生活環境也可以更好 所以我想可以在海哥的經營之下 讓我們這個玄天上帝 有這麼多的信徒跟信眾 都會來拜拜 然後我想這個 非常敬佩海哥的用心跟決心 也發自他的真誠 三十幾年來如一日都不變 每天在這邊自己做志工 然後自己打掃 然後家人都來幫忙 我想這非常感動 這也是我們社會的一種溫暖 善良的一個力量 童子偉非常肯定北極宮公主李金海將宮廟經營興旺 傳遞給信眾們有關玄天上帝也稱真武大帝 既是助人 行善四方得責蒼生的精神和實際作為 像是在重要的基隆中原普渡等祭祀活動後 廟方會將物資全數捐贈給弱勢加護幫助民眾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議長來北極宮給我們關心 我們也祈求最多的鼻尾 無保護身身體健康平安 這個廟的這個拿香味我感覺如果年輕人拿香味都不會打敗啦 不會做敗絕對保證 有些信用在他們絕對不會做派 我也希望北極宮有這個議長來幫我們關心 北極宮的幸福定性信 羅伯天 再玩功一下 大家大大小小都平安健康 北極宮公主李金海特地回贈童子偉 一瓶北極宮和金門酒廠合作的玄天上帝紀念酒 來感謝議長童子偉重視傳統宮廟文化 特地前來參拜玄天上帝 更聽取地方民眾的心聲 記者吳俊松 基東報導 議長童子偉重視傳統宮廟文化 還有記者 超音響以後 老似宮廟文化 建築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有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真的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医码贷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 867 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竞销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好除旧砖路整坪 基隆验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阮山路 庙口商圈的附近 来推动旗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 更舒适 也更安全 旗楼整坪 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寺地藏王菩萨 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彬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暖暖亲子馆 举办黄蜡石文化馆走读活动 市议员连恩典亲自相挺 吸引了20多位大小朋友参与 管方更邀请资深的文史工作者 李正伦老师亲自解说 台北市万华旧名蒙甲 但是蒙甲的台语 VANGA是什么呢 资深文史工作者李正伦老师说 VANGA就是大朋友小朋友 开心合照的这种山板船模型 真正的船的长度大约30尺 以前主要是用来运送 基隆河上的煤矿 百度和民生物资 让大小朋友们恍然大悟 这就是我国家 我们公仔总是要找 这是基隆市政府 儿童及少年事务处 所辖的暖暖亲子馆 为了增进亲子感情 让大家更了解暖暖区 在地人文历史和地景 特地举办的 黄纳石文化馆走读活动 社区的活动 其实大部分是针对大人的部分 那六岁以下的孩子 其实很多都是附属在 大人的活动内 所以我们这次要做的是 希望把幼儿单独提取出来 他可以参与社区活动 尤其是这些 住在地内 住在暖暖的这些 原生的一些小孩子 他其实对暖暖的一些文化 或者是自然生态 其实是相对的 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议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援 让我们参与这个文化局的设照案 那借由孩子实际的走读 实际的了解 然后我们将会出六岁以下专属的绘本 那再来也会有桌游的诞生 然后进额就是会有小小导览员的培训 那小小导览员的培训 基本上我们一样会用六岁以下的孩子 然后在九月十月的时候 我们会举办亲子小旅行 那由孩子的口 介绍出暖暖的美好 那希望所有 不管是在地的人 或者是外来的游客 都可以认识我们暖暖 所有的一切生态文化地理 这样子的美好介绍给每一个人 市议员联恩典更是相提这项活动 同时争取文化观光局的经费 将协助儿少处所属的暖暖亲子馆 完成后续更重要 由小朋友们亲手画画完成的 儿童绘本活动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个 到不管是暖暖任何一个地方 他们会借着他们的嘴巴 或者他们的手 所画出来的一些的 说是绘本也好 或者在讲他们的故事也好 会让我们暖暖地区的人 更能够了解在地的 特别我们借着今天的介绍 我想让基隆或者外县市的人 也更能够知道 暖暖的文化以及这些的文史 那同样是有好山好水的地方 让更多人能够认知暖暖的 会喜欢暖暖的地方 这项黄阿石文化馆走炉活动 总共吸引了20多位大小朋友们参加 管方更邀请资深文史工作者李正仁老师亲自解说 包括基隆和韬金的历史 八读铁桥的前世金生等等 李正仁用生动活泼又简单明了的讲解方式和内容 让大小朋友们很容易了解 大家都很开心 老师讲得好不好 好 给老师一个爱心救命 1 2 3 救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请天宫延续41年的传统 在澎湖老佛祖圣诞日 举行发明祭祝的慈善活动 为安乐区低收入户送暖 今年准备超过百份又再加码的民生物资 展现宫庙与信众的爱心 将爱远传 每年澎湖老佛祖圣诞日 行天宫都会举办发明祭祝的活动 我们现在做求职 今年今年40年 今年41年 跟我们的建设这样做 请大家如果无险 就来跟我们帮忙 来这里祝祝 有来年很感谢 大家平安 大赞 超过40年 安乐区区长 市长秘书 市议员情侦办公室主任 嘉兰旅里长 以及住在附近的市议员吴华佳 都亲自到场支持 加入慈善行列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地 住在我们老夫座的储兵 所以很多的居民 还有低收入户落势 长期都被协助 就非常感恩说 除了庙宇有信众的信仰的支持之外 那有很多善心人士 大家愿意一起来支持这样的活动 同样感谢喜天宫的 还有当地家人里里长王桂美 喜天宫在我们家人里 已经有50年的立宿了 每一年都有做这个 救助这个 艰苦人的活动 帮忙我们家人里 很多活动 是我们家人里 一个很好的广廟 希望大家能够来 喜天宫参与 安乐区区长特别到场 感谢喜天宫 提供最接地气的关怀 每年的农历6月9号 是我们澎湖处老佛祖的 圣诞千秋的日子 那每次我们都趁着这个时候 张修蒙公主都会在 这一次办善行的 一举的活动 那在此代表屈公所 代表感谢之意 那也祈求 国泰民安 封条余顺 和尽君安 喜天宫 感谢所有 圣心人士的帮忙与协助 今年还加码物资 散发暖暖的温情 祝福大众一切平安 在诵经祈安法会上 善男信女 虔诚礼拜 恭祝基隆 喜天宫 彭胡措老佛祖 圣诞快乐 喜天宫 欢迎民众前来礼拜佛祖 一起加入慈善行列 让善的力量 循环下去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祝您一切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